没有投 第一位打 坚决打 宋战又要掉 这个第一位呢 你开始就要坚决打 好球 苏明慧 你打得慢了 人家协放了 对啊 明白 宋战这个就想太多 前面张春军那个空位三分就该投了 对 而且他刚才一压 一压的时候你要正面协放了 你马上就回出去 回到正面 也没回 就没有打进打出嘛 双方跳球之后呢 相似的模板 还是给弗雷战特 这球 防得漂亮 首先得分的就是刘正 今天他对老东家 一点手都不软 我们看到胡锦丘和孙明慧呢 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比赛方式 孙明慧上个赛季 比何仲达啊 这个从开场的情况来看 他们两个人的感觉反而更好一些 好的 好球啊 这个呢是一个假眼 好像要上来打挡菜了 防守因为他打挡菜 防内线的球员呢 他位置你看变了一下 没时间了 没时间 必须这样打 好的 这就是要注意的啊 这就是要注意的啊 又是广上 孙明慧飘好了呀 他们之间默契非常的好 还不进 再来 哎 这个球很明显的是 先有一个沉间撞人的动作上 对 他们有点犹豫 慢了这个动作啊 嗯 这分量感差太多了 好球 所以这种情况下 当然还是应该内线打一打 你还要说反击快攻啊 啊 你上空然总是比较容易一点吧 对 这个进攻成功率有个保障 嗯 当然这个 第一场比赛 终于要得分 还是没有 但我们这球几乎是要进了 孙明慧 啊 这很聪明啊 加速加到一定程度 我捡 完全没有找到手感 完全没有 作为一个投射得分能力比较强的球员 上海队得不了分的时候 罗汉珍拿出自己最擅长的 是突分或者是突破 好球 漂亮 这个怎么可以放掉呢 去孙明慧进去 滑球命中之后呢 第一个成为上一队得分两位数的球员 孙明慧的突破 右侧上篮 绝招 孙明慧再来一个 底线 没有投 第一位打 坚决打 宋战又要掉 这个第一位呢 你 你开始就要坚决打 你好球 孙明慧 你打得慢了 人家协防了 对啊 你看 中战这个就想太多 前面张春军那个空位三分就该投了 对 而且他刚才一亚 一亚的时候你要正面协防了 你马上就回出去 回到正面 也没回 没有回 就没有打进打出嘛 或者国家队的未来 看看 这是喜闻乐见 先看这波 难道就那么简单吗 哎呦 这个 就那么简单吗 用户朋友们可以创建武器云包箱与好友观赛砍球两步 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双方的进攻手感飞得超额了 三节没打就已经四番了 哇 孙明慧和赵元昊确实是 刘生的这个节奏点 跟对面多像 这个球提前预判了 这个呢 被对面判断出来的也跑了配啊 他提前的一个路线的选择 没必要再传对策了 嗯 这个球 这邓蒙整体的感觉还是完全没有 哎 防守露一个 进攻失误一个防守在 半规 二加一 孙明慧今天那个不光是得分和助攻数据不错啊 六个抢断的 李静龙上就投 这篮板孙明慧拿的不容易 啊 我们听到这个 春江这道也鼓励孙明慧啊 嗯 好球儿小孙 就这种球儿 这是个机会 孙明慧 今天在挺困难的时候 好球儿 虽然印度率今天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准 但说实话 卡拉麦卡的积极性还是还是 好球儿 哇 小孙的这个感觉 今天的这个半截篮投的也都很坚决 原下好几个球啊 都是这种涮框啊 当然打法是对的啊 我要强攻篮下 是吧 二加一 你看 就就这种啊 哦 吹进攻犯规吗 吹的什么 两分算 进 然后进入犯规 再刷一个 没有 且到最后 最终 广杀122比94 大胜对手 上海九十 对 对 对